早安 我家裡其實是裝潢過 可是家具一直都沒有換 我這次就是想要來換家具 那我先帶你們看我家裡原本長怎麼樣 嗯?走吧 好的 我這次要換的主要是這個木頭椅 然後我會換成沙發 你知道木頭椅有一個缺點 這個材質是很棒的 我不知道他是檜木還是什麼 好像他當初買其實是有一定的價位 可是就是太硬了 你就要額外再多買這個墊子 我覺得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除非你要再去買一個套子 才會有那種軟軟的 不然你自己看我這樣子做 你算是很舒服 我覺得有一種怪異的 我怎麼不出來 有這種違和感 就是硬要再放一個東西 而且你不用覺得 喔 對啊 不是 當你很累很累 你好想要舒服的時候 你就這樣 哇 好開心喔 我回家了 然後這樣 喔 喔 等於說你要再買一個貝墊啊 什麼的 所以你沒看到我媽媽把他的枕頭拿出來用了嗎 這其實來家裡客人看到 蠻莫名其妙的 這個也是額外再去買的 保證 可是你不覺得整個家裡這樣 超級違和的嗎 我覺得我家 已經裝潢過 哇 白色啊 什麼的 然後跟棕色搭配很match 雖然這些木頭椅 放在這裡面不違和 可是主要是 他的上面的東西 就會變得很 所以 我現在想換的就是這個木頭椅 然後變成沙發 讓整個家裡的感覺比較一致 而且坐起來也會比較舒服 那第二個是 我要換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其實也是 貴到一個爆炸 它也是有一定的年代的 可是重點是 感覺好像擺在家裡的顏色就過身 而且 你不要看裡面好像沒什麼 結果打開裡面還有東西 就是因為東西太多 我覺得下面整個就是很凌亂 所以我覺得趁這個機會剛好就順便把它換掉 再來我要換的第三個是這邊 我們有一個夠硬就是 都喜歡屯東西 導致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都會捨不得丟 可是其實它真的用不到 我覺得這樣其實這邊很美 可是拉遠 在看到那邊的時候 會覺得 What 你有沒有懂嗎 好一個突兀感 而且顏色 它是紅色 這我一定要解釋 為什麼我家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我爸爸什麼都會 我會做一些木工 這種東西 可以把它帶回家 就變成說 實用嘛 但是顏色搭配上就沒有那麼的美 所以呢 我這次想說 欸可以換喔 就一起把它換掉 那 主要是你看這邊 超靈亂的 很多東西我一定要逼我媽把它丟掉 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那個啊 就小孩子會用的那種 我媽很喜歡這種小孩子的玩具 所以 這台應該是丟不掉的啦 我把他的股蛋都丟了 我覺得不只是要換下去 還要順便把一些不要的東西都丟掉 我目前就是介紹完 我原本家裡的樣子 這一次換傢俱 感謝 我現在就是等 收到他們寄給我的傢俱囉 那就等那一條 好了 耶 啊好舒服喔 好爛喔 跟 之前的不一樣了 這個 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 因為畢竟跟我之前的腳完全的不一樣了 當初大家看到的時候是有一個雙人 然後三人的木頭衣 然後還有一個單人的 那現在呢 我就是把它換成 這個 然後做起來就非常舒服喔 他們這個組裝就非常的 簡單 而且 像是房主說 就不會 像是有的家門太小 然後就會卡住 就等於說你不能拆線 就像我那一個木頭衣 差點出不了我家門 半皮的感覺怎麼樣啊 我覺得呢對不對 舒服啊 而且會涼涼的 對 各有各的好 我覺得像這種啊 沾到水或是什麼的 其實比較容易能看得出來 因為顏色比較淺 然後就可以立馬擦 像我家之前的那個木頭衣 大家應該有看到 它就是一格一格 如果那個灰塵掉進去 要清真的難 而且現在要移動這個就很簡單 木頭也是真的太重了 就變成說 掃根本掃不到裡面 那時候木頭衣一般開裡面 全部都是灰 所以我覺得 這樣還不錯 而且像這個桌子 剛說我家的那個桌子 也是一個木頭的 然後是非常的大 那現在換成玻璃 我們下面本來還是會擺一些東西 但是不會到全部擺滿 本來大家看到我原本的桌子 底下非常多東西 因為剛好換家具就順便會把它清掉 就放進去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要的 它還有給抽屜 你看 這樣子其實就蠻方便的 而且它真的有三格抽屜 想怎麼擺就怎麼擺 然後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整個設計還不錯 大家有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 那我原本那邊是有一個紅色編桌 可是因為我家是棕色戲劇多 然後現在換了這些之後也是棕色戲劇多 變成說如果是只有一個紅色的小桌子 就會很突兀 所以後來我就買了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剛好的大中小 然後這個就是自己組裝 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現在就變成這樣 而且你們可以自己去擺放設計 這個我媽自己設計的 我媽超有藝術天分 我覺得我一點都沒有藝術細胞 到底是不是他生的 當初又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這邊就是很亂 前面我其實就有拍蠻凌亂的樣子 大家可以再回顧一下我家以前的樣子 大家覺得感覺怎麼樣 當初我挑的是黑色 覺得黑色好像是百搭 經過他們的設計師去觀察 覺得我們家更適合這個顏色 這一些也是他們挑的 這桌子就是自己挑的啦 你們放的 好讚 越來越好像是比較多 日本家裡的風格 喜歡日式家庭的人 也可以來買這種木質的 桌子啊 就是會比較有質感一點 現在我家都是屬於棕色系列 我就會傾向都買 像木頭的這一種顏色的啊 就只有超越漂亮 好了 那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要帶你們去往 我樂的房間 咻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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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爸爸附著畫 我房間整個完全不一樣 我房間格局很怪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用到那邊的桌子 那現在我就把它變成這樣 這邊中間就可以放我自己想放的 這是我設計的 登登登 女人天地就是面膜啊 我自己習慣用的跟乳液 還有我的一些保養品 然後下面就是內衣褲 當然是我會開給大家的 這個不開嗎? 不開 因為它非常的亂 寶貝 寶貝 對不對 這個的話就是上面都是洋裝跟外套系列 登登 就是我放包包 放一些內搭的 跟一些微丁微裙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短褲系列 還有我的長褲 還有一個設計師在這裡 全身器 像這邊啊 就是我的一些器材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一些樂器啊 或者是小玩具 這邊就是一些髮的東西 這個呢就是我的化妝品 然後最後是這邊 哎呀! 這裡是我的設計 超美的啦 雖然我沒有什麼藝術天分 但我覺得我把它擺得很漂亮 我覺得這樣其實超舒服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常常在開箱家裡嗎? 今天要開箱我的新家具 還有新房間 主要是來推薦大家 家裡就是有新的裝潢 或者是想要換個新氣象 大家可以去看看伊德利的官網 它們有什麼產品啊 或者是一些小物 它們的小物我都覺得非常的有質感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訂閱按鈴鐺 還有訂閱我的IG跟分享 如果可以的話也幫我分享出去 那下次我們見 掰掰 我的露露 太多了 太much了 太much了這樣用嗎? allowed Too many Too many 我們都有一個購病 購病是打購病嗎? 就是 我拿我吃了 我還覺得是空氣 哇塞大家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我變這樣 好 很棒 很Q OK 我在說什麼 重新抱一下 乾乾乾乾乾乾乾 欸 這五湯啦 咬給我 喔喔喔被拍給你 我小時候超皮 打啦 我媽畫了妹妹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樣的妹妹啊 就是小時候亂圈 這個也都是我亂畫的 我不是老棒棒是不是不知道欸 連旁邊的木頭框 你有沒有看到黑色的都是我畫的 OK 喔很棒 某棒粉絲毛狐力 嘿 什麼啊 可是其實真的很亂 開一點點就好了 想看嗎 OK 你看 OK